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宁非 别说了 这事我真帮不了你 佳俊勇 我实话跟你说吧 上次是我看走眼了 听你的话拿来压头放了 不然抓共党的功劳就是我的 请吧 天花 天花嘞 怎么了这是 佳几位爷 要吃点什么吗 我问你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你有没有见过 这位姑娘 来过来过 她经常来我这儿吃面的 经常 她一个人来的吗 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位先生 戴着大眼镜 大帽子 很气派的 像是大老板 他们是一起来的吗 不是一起来的 都是一个前一个后 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你说那个大老板她经常来吗 不经常来 倒是这位姑娘 经常来我这儿吃面 这个大老板最近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上午还在这楼上坐着呢 坐了好长时间 好像是在等人 什么时候走的 就刚刚打枪那会儿 有人进来说 抓共党分子 没有 回决定 收队 回来了 出去啊 是 回来了 我儿子今天有没有大闹天宫 折腾折腾了 坐下 儿子 来 照顿两下 给爸爸听听 真懒 就知道在里面睡大觉吧 这才几个月啊 哪儿那么大动静啊 他是谁啊 他是我萧綦的儿子 爸爸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 儿子就是花果山上的小猴王 还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呢 只要是生个女儿像你这么皮的话 我肯定走了 好 饿不饿啊 吃饭 现在的形势比较紧张 知道的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说最近一定要小心谨慎 其他小组有的同志牺牲 有的同志被捕 我在家里还算安全 你身处敌营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平时没事 最危险的还是发报的时候 敌人的监测车太难对付了 自从那个装密交负责了电讯鉴定课以来 城里的监测车加大了旋楼的密度 现在只要是发报超过五分钟 很有可能就暴露身份了 那怎么办 要不我往乡下走走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就把电台带回去发报 还是会引起怀疑的 而且听说现在乡下和农村 已经有流动的监测车了 那就再远一点 我反正现在怀孕嘛 你可以说 我是回娘家代产了 你带这么多家当跑那么远 第一 浪费时间 第二 怎么可能躲得过盆茶呢 再说了 我们也从来没分开过啊 是啊 要是分开的话 我肯定放心不下你 你就更不放心我了 世道同志已经在想电台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也得有备用方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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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出来 出来之后看看 你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怎么 document 好 喂 消息师 你马上到办公室来一下 好几间办公室的电话传线了 好的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说是电话传线了 让我现在过去修 你注意安全啊 儿子 爸爸去工作了 走吧 哈哈 开门 马队长让我来替人去现场指认同服 起来 走 走 这个面馆啊 排人得派人 草顺呢 这土豹子不是跟咱们一个车吗 后车有没有 没有啊 快 回去的 快 一会儿出去之后 不管他们问你什么 你都不要回答 全部交给我来应付 有人 你干什么 来 你们 起会儿 我 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来的 快点 是 消极时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耽误您休息了 不要紧 是这样的 我们两位处长的电话呢 不知道怎么的 串线了 麻烦您给修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去吧 行 那您等我一下 来 你跟我来这边 前面就是 不过去吧 我有一点 就知道了 真是 我不好 快了 我还要走 我还要走 你不想跳 走 我还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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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跳 我还要走 我还要走 你不想跳 诶 动了 是穿线了 我得去另外一间办公室看一下 另外一间是作战处长室 他今晚会加班 所以一定要修好 他可能会打电话 走 抠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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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半天了 去哪儿去了 陈组长 这儿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什么不好意思的 跟你有关系吗 进 报告 查电话线 查吧 是 前两天不是刚查过吗 串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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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作战处长陈妍 亲自制定了作战计划 一定是一场大的战事 这个情报很重要 陈妍一定是接到了紧急的命运 才会连夜制定作战计划 我得想办法再一次进到她的办公室里去 把计划给派下来 不行 太危险 而且成功的几率不大 可是敌人攻打中原军区的情况迫在未及 每一次紧急的重大的战事 都是由陈妍来制定作战计划的 他这次留在这儿没有去南京 肯定是为了这个 我先把情况报给上级 等我消息 不是猎人出身吗 到手猎物能飞喽 早上你放走那个人 你认识吧 言归正传 早上你跳水 是应该让这个七叔看见了 然后他跑了 他去哪儿了 他叫什么名字 你也是老特务吧 你觉得我会知道七叔住在哪儿吗 对 我知道 七叔的家 在延安 你们去抓他吧 我也觉得我问得挺无聊的 那咱们不聊了 像你这种我们给过机会 但仍然顽固死硬的分子 下一个程序 我让你听听 我让你听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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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淳 你去执行吧 这一枪下去 不是一个枪眼的问题 而是轰的一下 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 你马上会变成一个无头的尸体 你的那些信仰 主义 会随着你的脑袋的四散崩开 你这么年轻的肉体 随着那些虚无的东西泯灭了 值得吗 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我见过 最明亮的花花 足以照亮黑暗本身 就算你把我粉碎成一片片碎片 那是一片片火焰 迟早把你们这个地狱 烧得一干二净 这 Conference 这些之处更严重的 一昶秘世的 真的很严重的 你听说 我想觉得 今天晚上把她交给你了 她都这样了 她怎么审 不审也可以 你亲自看着她 队长 区区长电话 知道了 陈组长 这儿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什么不好意思的 跟你有关系吗 又没抓到 是啊 区区长 差一点就抓住了 我觉得还是上次那个放走交通员那个人 我怀疑我们内部呀 王王 你胡说什么 区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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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不该乱用人 会不会是七叔派来的人 只要一天没抓到人 谁敢说那部有叛徒 在您的领导下怎么可能出叛徒呢 不可能的 尽快抓住七叔 好 不择手段 不期待下 一定抓住这个七叔 嗯 您放心 好 局长 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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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飞 这不是我第一次帮你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不找你麻烦 是我 是我帮你把沈杰的资料抽出来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傻的吗 好 我告诉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以后桥归桥不归路 老死不想 开门 今天再来点不一样的节目 好 我劝你一句 在我们给你用刑之前 你最好说出七书事件 摧毁一个人的肉体 很简单 但是要摧毁他的精神 却无比困难 他们要他变成一个废人 要他粉身碎骨 可就算是从他的骨头炸里 也别想得到真相的一分一毫 他们得不到 那他就要救了 救活了 我现在可以确定了 你这个脑子在来这之前就坏了 不是我们打的 慧容 你了解多少 就是把你脸上重要部分的皮肤 卡下来 皮囊分毁 信仰却会在灰烬中充首 万万人的路 信念打击鲜血浇注 唯有红色的旗帜 会在终点 高高扬起 一把剑刀 它会挺胸而上 一抬绞形架 它更会昂首直面 真相永远不会通过声音传达 口不能言 手不能洗 它们要它成为一个废人 让它成为废人 可它也会口吐正义的火焰 将这邪恶的一切 彻底燃烧 你念了半天祷告词 是想让你信仰的神 人在你死后把你魂带走 是吧 你以为我要弄死你是吧 你想简单了 我不会弄死你 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要让你的青春你的信仰 你的所有一切都埋葬在这儿 你的余生将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现在就看看 你的信仰坚定 还是你的理智坚定 上行 对抗我们的人就会这样 你除了 阿嬷 你们都听说了吗 关上的那个主娃娃 现在跟个女鬼似的 别说了 吓死了 我也听说了 好像是被马队长给毁容了 这个马队长啊 一点都不懂得怜情心悦 真可怜啊 要是我的脸被划了 我肯定就不活的了 陈老弟啊 三天没来 我一个人喝酒就没劲 忙了三天三夜 这出不来啊 这不是刚刚交完差 就过来找老哥喝两杯 东管家 今天我朋友带过来的蜡肠 你拿过去弄一下 晚上下酒吃 我马上送到厨房 让吴嫂给切好 再准备几道 和你们口的下酒菜 你们先聊着 兄弟啊 我们要是两天不喝一顿酒啊 我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来 周副官哪 吓我一跳 我去厨房 太太让我吩咐吴嫂 给老太太煎药 您这是 陈将军来了 从老家带的土特产 这不 我送到厨房去 给我吧 刚好我顺道 您赶紧回去替司令应酬应酬 也好 也好 有劳了啊 马上就要攻打大别山区了 这块 还有这儿 从南向北 来 司令 请 喝茶 你怕她看见啊 别担心 她大字不识一个 整天就知道干活 我这家里上上下下 叫她忙个不停 老太太现在都离不开她了 来 咱们接着说 好 我接着说啊 来 咱们接着说啊 好 我接着说啊 好 我接着说啊 三天之后啊 就要攻打大别山 就要攻打大别山 我记得高司令有个内地 有一个纺织工厂就在这附近啊 有一个纺织工厂就在这附近啊 真够意思 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 不瞒你说 我这岳父岳母和我内地 就住在那个厂子里 这一仗不小啊 方方面面损失一定很大 明天我就让周副官 把老人家接我这儿来住 走 上桌 咱们好好喝来住 来 我们都学过 战争无非是政治 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可人家共产党 搞的是 釜底冲心 就在最近 人家搞了一个什么 我们的土改运动 在东北 在华北 君贫富 君田地 一下子受了多少人心 咱们委员长在干什么呀 他的那些党国要员们在干什么呀 那些个大臣们 他们在收房子 收车子 收票子 无耻 明公息怒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消灭剥削阶级 耕者有其田 您刚才说这话 在家里边说说就得了 出了这个大门 千万说不得 不过依我看 不管他们这些人怎么改 反正美元武器在咱们手上 管他什么陈生吴广什么共产党 先不解什么大风浪 国家者 为国民而存在也 一个天道 一个霸道 这霸道 能战胜天道吗 谁胜谁负 不好说呢 高四亮 您别忘了 你我 都是军人 都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天要行什么道 谁也管不了啊 陈爷 陈爷 想不到你还有这个局务 看来 你还能再高升一步 来 喝一杯 托您几言 来 老机号 新闻老机 你别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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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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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 董哥 阿文来用 好嘞 谢谢 谢谢 这个林的小姐 对你狠在意的 你当时为什么要拦我 为什么要拦着我 如果我要是把她给救下来的话 她就不会变成血在这个样子 她不会呢 你跟林晃过了她的 你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你不知道吗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对她动手啊 看着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打电话的女孩 被毁了 雁飞 我去给你拿点止血的药膏 我去给你拿点止血的药膏 都十天了 她身上和脸上的疤都开始愈合了 你现在把她弄得也太惨了 我估计她自己都怕 一个花季少女 容貌都不顾 这些共产党人啊 怎么想的呢 你盯着我看也没用 我也没招 放了 你把人弄成这样现在放了 不放怎么着 你仰着 放了她 是为了跟踪她 要不了多长时间 她就会找组织她 盯着她 是个长期的事 你就负责吧 快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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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过来 老门 这是我们的同志 送来的中原进攻具体作战计划 计划十分地详尽 蒋介石中原的三十万军队 要在几点之内发起进攻 时间非常紧密 他直接关乎到中原理协念部队的安危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想办法发出去 让党中原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办法 可现在有个问题 报文非常长 这就意味着发报的时间也会很长 你家附近一直有敌人的监测车在活动 根本没有发报之后撤离的时间 敌人的监测车 确实是增加了巡查的密度 我想想啊 现在市里的其他两部电台已经被炮火了 和联络站就都是单线联系 时间有这么的紧迫 交通送出根本来不及 那如果去用方丈那部电台发报呢 不行 路途太遥远 更来不及 别担心 王老板 我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 你请组织放心 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失去了自己的恋人与下线侯宝生 被敌人残酷毁容 并没有摧毁沈洁的意志 他装疯卖傻抛头露面 其是为了迷惑尾随的特务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同志注意到 自己已经忘了 从而做出相应的货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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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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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被人看了 你怎么看了 你干啥子 这小米子疯了 我一部干给我 不知道啊 不行 这大街上啊 她这么闹道 小妞长得还不错吧 来 帮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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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什么事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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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鬼 安海 那个姑娘呢 算了 英飞 别追了 她跑远了 你也追不上了 要不要给我坐坐 顺便喝一杯啊 那你得等我一会儿 你嫂子在家等我吃饭呢 我得回去一趟 算了吧 回去陪嫂子吧 我就先走了啊 走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怎么回事 怎么受伤了 不要紧 有重要情报 敌人要突袭中央军区 那得赶紧报告给家里 对 三天之后 敌人就要发起进攻了 我们越快把情报发出去 等重要就越快有时间部署 从来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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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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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